嗨 我是姐夫 大家好 西餐重視熬湯 中餐也重視熬湯 其實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菜肴 高湯始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多數西餐的湯與醬汁 都是使用高湯調製而成 雖然 因為時代的進步 許多產品簡化了熬高湯的步驟與流程 但是 姐夫認為姐夫有責任把這優良的傳統延續下去 姐夫已經分享過了雞骨高湯的做法 所以 在姐夫的頻道 姐夫還是會持續分享傳統熬高湯的方式 和使用方法 希望提供訂閱姐夫頻道的朋友們 天然健康飲食的觀念 和傳承優良傳統廚藝的方式與技巧 今天姐夫的食堂 薯環工具箱 要為大家示範西式的素食蔬菜高湯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洋蔥200公克 胡蘿蔔200公克 白蘿蔔200公克 西芹100公克 大白菜100公克 乾蔥 也就是紅蔥頭 30公克 蒜仁 30公克 蒜苗 50公克 青蔥 50公克 百里香 10公克 迷迭香 10公克 荷蘭芹 20公克 月桂葉 3公克 白胡椒粒 5公克 白酒 2大匙 清水 10公升 所有材料 大致切好 西式的高湯 大多使用香料蔬菜 與新鮮香料 例如 西芹 洋蔥 胡蘿蔔 月桂葉 百里香等等 但卷腹結德 還有其他蔬菜 也很適合熬湯 例如 白蘿蔔 大白菜 高麗菜 玉米等等 這些蔬菜 都有天然的鮮甜味 要是這些蔬菜 正值產季 一起使用也很好 要是有五星固立的朋友們 可以試情況 調整蔬菜的種類喔 清水 煮至沸騰 加入所有的蔬菜料 新鮮蝦料 與乾燥的香料 加入白酒 煮至沸騰 關小火 保持小沸騰 熬煮30至40分鐘後 熄火 過濾 就完成囉 姐夫會在下一個影片裡 就會用這些熬煮好的蔬菜高湯 分享素食的卡布奇諾蘑菇熔湯 請持續關注姐夫的頻道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喜歡姐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留言給姐夫 請記得訂閱姐夫的頻道 還有幫姐夫按讚和分享 姐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還有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還請通知 才不會錯過姐夫的更新喔 姐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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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ές點 燃了